新机器手现在转的方向是怎么样的 对 你先接电源 接电源以后 它这个是没有 你接好电源 试一下 开动一下 然后感觉它是顺时针转的话就是对的 反正这两个是要这样转 就是说 如果是反了的话 一个是这样转 是吗 对对对 一个是这样转 一个是这样转 对对对 放下就对了 对 如果错了的话就那边的线 第二根或者第三根 还是第一根或者第二根 可以 放下 然后就钻刀 钻刀就是这里开始是两个甲板 下下来一块甲板 把刀片加进去 如果是单面刀的话记得斜面朝这里 如果刷面刀那就没事一面一面来吧 然后把这个夹上 夹上注意一下这里这个螺丝不能冒出来 冒出来会挺到的 总是钻子 要两个摸一下 然后这个刀孔要对齐 这个用手这样比一下对齐它 对齐以后把这个大螺丝锁死它 用那个大活动搬手 大活动搬手 这里有个箱子 用这个这种帮手 这里插下去 它转一下 这里转一下它可以 这样就卡住了 卡住了这里就可以紧 这个是法师 紧住了就可以了 紧住了可以以后 然后用那个切门表 这个切门表是让它这样这样顶住这个刀刃 让这个地方要有一点尖锯 顶住这个刀刃 这里就刚刚好要顶到这个刀口这里 对干好在这个刀口这里 对这样就干个好 然后用手动动一下 你看转一下 这个刀正不正 正不正 它转的话 它这个有一个摆动的幅度 如果是二十三十这里 你取一个中间值 这是下刀 这是下刀 然后就是如果有出入的话 你需要往这边走 你就紧这个 如果需要往这边走 就紧这个 就这是下刀 下刀也下刀下好了以后 就可以可以操作了就可以磨了 磨的话就是然后你看这个 这个就是要退回来 就到这里来 然后这个要顶过去 这个是可以摇过去的 摇的就刚刚好能磨得到 然后就是这个不要动 打好了以后这个不要动 一般是动这个慢慢的 往往这边进过来 然后以它挨到了为主 挨到了就好了 磨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就去慢慢磨就OK了 好就是这样是吧 对对对 好感谢耶师傅啊 谢谢